继武汉某小区被曝光用垃圾车运猪肉给居民 引发重怒后 校感的一个小区再起名分 居民们由于不满社区安排又贵质量又差的菜 自己联络了评价爱心菜 但联络的业主却被警察抓捕 该小区的业主高喊口号 围住警车要求放人 请看我们的报道 3月12号晚上 湖北校感应城海山应志城小区的几百名业主聚集 抗议物业和业委会 抗议声响彻夜空 海山小区因为武汉疫情 目前实施全封闭管理 居民生活日用物资由社区组织物业 实施统一代购配送服务 严禁他人私自受贩生活物资 有知情网友爆料说 应城海山物业联合大润发超市 向市民销售高价菜 而志愿者则运来凭价菜销售给市民 遭到海山物业和大润发超市的举报 结果志愿者被警察抓捕 引发应城市民上街围住警察要求放人 该小区一味不愿透露姓名的业主 证实了这个说法 他提供的照片显示 大润发精品马特超市提供的猪肉 每金71.6元人民币 50元套餐菜包括胡萝卜 卷心菜黄瓜等 那名业主还透露 业主们买菜需要通过社交群下单 大润发当天接单第二天下午配送 但是数量少且质量差 而业主自己找的爱心菜价格 还不到套餐菜的一半 量多直高全部成本价 最后支付两块钱辛苦费而已 因此受到所有业主的欢迎 据了解被抓的诚信业主 最后在业主们的强烈要求下被释放 业主代表与官方谈判 官方做出了业委会重新选举 降物业费等让步 之前武汉的其他社区也传出拦截爱心菜 卖高价菜的情况 这个叫拖哪儿去啊 拖走拖走 拖哪儿去 拖走拖走 拖走拖走 这社区都要你买菜的 这个是业主捐住了的 这不是 那你给找业余 给那个老板 我就是捐住人 我知道你找的这个老板 我把他已经买下来了 你把他买下来了 对啊 我要免费捐给业主 那个社区从我们找了飞行菜 他们黄瓜 合心买十五块钱金 我们这里还是买两块 他们都买八块钱一根啊 有 我们也拖不起来 没有人要啊 我们小区 幼儿园门口十四块钱 两把太太的菜 他拿着帮你来买的 你敢说社区没有多少钱 这样的现象是普遍发生的 它反映了这个体制 它不是发制社会 是一个权力阶层社会 它但凡有一点权力 就可以取为所欲为 因为生肖的法律 往往都成为百事 何况各种许诺 上上下下都知道当官 他不可能是为民作主 他们不用对民众负责 他只对上级负责就行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 中共权力从上到下 基本都是以维护政权为主 在疫情面前所做的民生措施 也是为了向外宣传和对内稳住民心 并非真心为了百姓 尤其是中共这次借助疫情的爆发 给中共各级机构带来了一些附加的权力 那么他们的贪婪残暴就更加肆无忌惮 所以人们不断地发现 比如说包括贪污 可扣甚至隐瞒 销毁捐赠物资的这种情况 有网民透露村干部每天有两百元补贴 再加上贩卖生活物资 每天至少每人分一千元以上 如果村里没有出现一个疫情 他们还有额外十万元左右的奖金 并且还能升值 新唐人记者陈翰上天周天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